准备 圆圆 吃饱饭了 雨菲 雨菲 先来吃饱饭 一 二 三 三 三 姐姐 你拍照的水瓶真不是盖的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发微波呀 雨菲 要不咱还是算了吧 你一旦真成了红人 爸爸知道了一定要怪罪下来的 我可担当不起 你怕什么 我一个人担着 我就说是我逼你的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发微波 打造新一代的网络红人 好 这张 这张怎么样 这张 这张不够一样 这张呢 太幼稚了吧 这张 这张 这张不错 那就确定这张了 嗯 好 姐姐 嗯 你总不能光发图吧 总得说点什么吧 包在我身上 有讹 nutrient 你在哪的摹量 都只有你的费针 太漂亮了 Ralph浦了 来看看这张的 不错 整个月通体大阳台啊 我买的 真不错 杨阳 有个事情想求你 什么事啊这么客气 说 我希望吧 你能从女性的角度 在房屋设计方面 帮我出出主意 看看怎么样能让欢欢和卢丽 在这房子里住的温馨 住的幸福 我说呢 今儿让我过来 整了半天让我帮忙的是吧 行 我帮你看看 走 都看好了 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你说说 我觉得吧 你们家最需要的就是一张大桌子 每一个私人空间呢都要一个中心点 那桌子就是你们家的中心点 你想想看啊 如果要是这个桌子够大的话 那既可以作为吃饭的地方 也可以作为工作的地方 那一家人围着这个桌子吃饭交谈 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舒缓宁静 幸福的感觉 说的有道理 我今天就去看看买张桌子 不用了 这任务交给我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秘密准备的这一切 费了这么大的劲 不就是为了让嫂子高兴吗 对啊 你放心 他一定会感动 一定会原谅你的 你先说 upgrading 好净不常在 好净不常在 让我一下 都不欢迎我是不是 去前面 你又在玩什么呢 对了 对了 我看 这玩微博 你们也真是的 老是这样玩微博 那我不会玩的 就是被你们冷暴力了 我生气了 唐红啊 你好福气呀 这福气嘛 倒也一般般 也就是老公的事业有成 婆婆呢 又喜欢我 女儿呢 也很炫 一般般 一般般 唐红啊 我们都羡慕你生了个最炫的女儿呢 是啊 宇飞她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特别有才情 那当然了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女儿 你们都厚了点不行吗 唐红 快来看看微博吧 怎么会有那么多我们宇飞的照片啊 十三岁了 好嘞 感觉不会再爱了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文宇飞写的 这还有更雷人的呢 你看 这儿 你看你看你看 这儿有一条 好男人经得住用火 好女人耐得住寂寞的 还有这个 青春是拿来挥霍的 中年是拿来还债的 老年是拿来病态的 你看你看你看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你们不要乱 我头都晕了 不是 这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 怎么会这样 唐红啊 你这宇飞才多大呀 怎么写些这些东西 你怎么也不管管呀 就是 你知道吗 这条 你看 十三岁了好累 感觉不会再爱了 都已经被转发了好几万次了 就是 管不管呢 我是不是 我问你们 他把它发到这个微博上 是不是认识不认识的人 都可以看得见 真是呀 就是 都可以看见的 曹哥 怎么了 夏宇飞 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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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这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回事啊你 你怎么会发这样的微博 你想死啊 你在想什么呢你 那是我心底真实的感受 你感受个屁你感受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篇微博被转发了多少次 在我们公司里边疯传你知道吗 你老爹被挨她了多少次啊 你把你爹的脸都丢尽了呀 汤红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爸 汤红阿姨 你们都别怪雨菲了 是我的错 我只不过是想帮雨菲 多增加点粉丝 粉丝 雨菲 你吃不饱吗 你吃不饱干嘛呀 妈 这跟吃不饱吃得饱有什么关系 好啊 罪魁祸首是你是不是 我说我们雨菲这么小 怎么会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是大人了吧 你应该都明白了吧 你怎么竟给她发这些不健康的词啊 你是要毁了我女儿是不是 你少针对我刘燕姐 我刘燕姐都是按照我的意思来的 我就是累了 我就是寂寞了怎么了 你懂什么累 你懂什么寂寞呀 我年轻是年轻 我年轻就不能累了 我年轻就不能寂寞了吧 你该快给爸爸认个错吧 你俩给我装好人 我没错 我就是要实现真我的风采 你看见了没有 你看这就是你养的女儿 老公老公 雨菲 妈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回事情 我哪知道 老公 你别别碰我 你别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我也累了 我也不会爱了 老公 你别生气 媛媛 从现在开始起 爸爸的一切都是你的 这房子 你的 还给雨菲加名 加个屁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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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雨菲跟你认破吗 看我干什么 都累了 都不会爱了 妈 妈 我真的是头晕了吧 妈 对不起哦 唐红阿姨 江源源 我真是头晕了 好 您好 这是怎么去 漂亮 没 没有 声声 有这个 好 谢谢 师傅 麻烦装好一点啊 谢谢了 这个呢 是我跟钟灵 送给你和嫂子的一片心意 这是回纸单 你收好了 保修啊什么的 都要平单子的 不行 雅雅 你这些东西太贵重了 多少钱 我给你 用你给我的钱买的 卡给你 不不不 这更不行了 你再拿着 拿着 怎么不行啊 志刚 你是我的合作伙伴 更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 收下来 好吧 那谢谢你和钟灵的礼物了啊 是 好了 那我的任务也算工人完成了 你忙活吧 我走了 我们的项目马上要开工了 我希望你可以没有后顾之用 你放心吧 一定 走了 你不是说好了吗 你和志高一起回来吃饭的 志高呢 他挺忙的 我就没给他打电话 你们俩是不是还在为上线的事情 疙瘩着呢 那他 没有 有 都说了啊 吃饭的时候别打电话 知道了 陆伟啊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没什么事 我可是第一次看到 你爸说你你不回嘴的时候啊 你 你们吃吧 我不太舒服了 去休息一会儿 这孩子好容易带欢欢回来吃顿饭 少说两句吧 那什么啰嗦啰嗦的呀 出了事吗 又问我怎么办怎么办 不跟你们叫 接电话去 帮我吃上去 喂 老许啊 店长啊 我给你去找陆伟啊 不是啊 找我 出这么大的事啊 那怎么办呢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了 陆伟把店里的车丢了 人家要我们赔几十万呢 不会吧 那怎么办呢 别着急啊 别着急啊 陆伟 陆伟 你快出来 怎么了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你是不是把店里的车弄丢了 哎呀 你要找死啊 妈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想办法总可以了吧 幸福她进去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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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卢丽 姐姐 你跟我出来一下 行啦 先坐吧 芳芳 带笑笑回房间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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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快说吧 小谷奶奶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别管了 我自己惹的麻烦 我自己扛 不是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你扛得了吗 你看你把妈气的 快说呀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说大家怎么帮你呀 你说话呀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我忘了验客户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了 我说你那个马虎大义的毛病 究竟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呢 既然公司定了走则 你为什么不执行呢 不是我不执行 是那天我刚要验的时候 那个孤颖他又来了 我一紧张就给忘了 孤颖他怎么会来呢 他好像也是来租车的 你说是不是冤家路窄吗 你慌什么呀 他不就是你前夫吗 有什么可怕的 爸 你是不怕他 可我真的是怕他 我怕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 又被他搞乱了 我也怕他一直这么缠着我 我现在 我现在再也坚强不起来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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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别哭了 赶紧想办法看看怎么解决吧 我是错了 可就算把我卖了他也赔不起啊 他又不是一辆三轮车 至高你快点想办法呀 想想 那不这样吧 咱赶紧找一个律师问问 我琢磨着 就是赔 有保险公司呢 也不可能全赔 咱咨询一下 看看到底咱们怎么个赔法 好了好了 我呀 公司的赔偿 我跟你妈还有点积蓄 都拿出来 不够的话 再想办法吧 爸 对不起 我真不忍心 看我爸妈那么操心 虽然他俩没开口 但是你说我亲妹妹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我这姐姐怎么也得帮帮啊 这个 咱们买房子那钱不拿回来了吗 能不能先借给卢伟 我知道你犹豫 其实我也挺犹豫的 你说 罗伟现在这经济状况 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还不上的 但她是我亲妹妹啊 如果你早两天跟我说这事 我肯定二话不说 把钱拿出来给她用 可是现在 现在怎么了 这钱我用了 这钱我用了 你开什么玩笑 那么大一笔钱 你用了我会不知道吗 不愿意借是吧 那这样吧 反正这笔钱是共同财产 我有一半的支配权 那我拿出一半来借给卢伟 我真给花了 那你说你花哪儿了 我买房了 买房了 这是房子的钥匙 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来的 你看看吧 这是厨房 这是厨房 这是书房 还真挺不错的 这桌子真漂亮 你买的啊 我不想让咱一家三口 得有个吃饭学习的地方 莲莲 这回原谅我了 你买的事怎么办啊 不行咱管谁借的啊 那不是比小树木 管谁借啊 要不然咱们 要不然咱把这房子卖了吧 卖了 你看咱现在不是有宿舍吗 先帮卢伟这忙 要知道我妈心脏不好 昨天我给她凉血压了 高得吓人哪 我确实也挺喜欢这儿的 但咱先帮帮卢伟行不行 我不同意卖 不是你不同意卖 那卢伟怎么办啊 卢伟的事情咱们还没有弄清楚 保险公司你问了吗 律师那你咨询过吗 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都不清楚 你就随随便便 把我刚刚买的房子 你就给卖了 那你把我的心意当成什么了 妈 喝点水 妈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别说了 现在不是你检讨的时候 而是要想着 怎么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你放心吧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妈 你去哪儿啊 我姐说你血压膏只能躺着 你别管了 你去哪儿 我陪你去 你别跟着我 妈 喂 志高 是妈 你有空吗来一趟 现在 我亲爱的 你终于来了 快来来来 你快坐啊 什么事啊 先坐啊 咖啡咖啡点好了 你不知道 我气得头一眼花 能找到这儿就不错了 你找我有事啊 我要借钱 妈 妈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妈 树荫底下 妈 我跟你商量个事 妈妈 本该这个事不跟你商量 我知道了 这事我跟卢力我们俩商量过 妈 这颗心可是放下了 我就知道 这个事啊 不该跟卢力说 该跟你说 你懂事 我知道呀 你肯帮卢尾 我们会帮卢尾想办法 但是这个钱 我们现在出不了 我真是费迫的水深不饿了 你想圆圆 装那么像个小白兔 实际上是个大鳄鱼 那不 你不知道 我吃了它多少骨头 但我是找了他们到的 再说了 我的经济状况 你不是不知道 根本就是驴粉蛋表面光 我现在没有跟老相冒得这么强 我真是爱你能不能住吗 要不 你找驴坤试试 不行 绝对不行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什么好进去的 不可能 我刚刚交了房子的首付 在这之前 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会出这种事 还得别说了 别说了 刘志高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了 妈 你可能误会了 我 我误会你了 我这么大的岁数 我误会过几个人哪 我怎么就偏偏误会你了呢 你把物贞胃癌的时候 我们老两口是拿出 买墓地的钱来支持你的 你怎么不说我误会你了呢 你拿走欢欢的教育基金 奴隶可是哭着 跑来问我借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我误会你了呢 好了好了 妈 我 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你 妈 我给你买了点水果 用不着 我来看看 还要改吗 我把脸上都没有下空 没事 我去你和我 你干什么 不要 我干什么 没事 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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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琳有什么时期 如果把我当朋友就跟我讲 我可能帮不上忙 但是可以给你抽出主意 来到那边去睡 你还好吧 好 好得不得了 卢伟啊卢伟 你知道吗 我最欣赏最喜欢 就你这没心没肺的劲儿 可害了你的也是这个 你什么意思呀 我听着你好像话里有话呀 我神州租车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了 你捅着楼子捅得不小 我 你这个朋友什么意思呀 我犯了点错 他就要这样照高天下呀 催我催我妈 现在要打电话给你 有必要吗 有这必要吗 人家是个严谨的公司 你们老总都说了 我是对事不对人 我要让我的员工 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对待 不用担心了 钱我都帮你垫上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下午去了趟你们公司 跟你们经理 还有保险公司的人 对了个数 我知道你还不上 就帮你垫上了 那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是你的恩人 你得为我打工 一点一点地还钱 去我酒吧打工 我跟你讲干什么啊 打扫卫生 店单 外间会计 还有接送孩子 如果你有一点干得不好 我就扣工资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陈杰明 你怎么这么好呀 你是不是天生就具有奇事风度啊 谢谢你啊 我没想到如为那么鲁马 你没想到事情就这么凑强 这样吧 之前我帮你出 别啊 李冠 我跟你说这些 真的不是想让你借钱给我 我只是 洛丽 不用说别的 只要能帮到你高兴 我就开心了 你待会儿把账号告诉我 明天我把钱给你挥过去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本来不想跟你讲呢 我跟孩子他妈妈离婚了 财产分隔 我手头有不少钱 什么手的事 我没听你说啊 这又不是什么喜事 不能敲落打鼓的逢人就讲对吧 其实离了也好 我跟孩子 整年也看不到他一面 他也受到牵绊 这离了以后 两个人都各自寻找自己的生活 也挺好的 李坤 我不能借你的钱 洛丽 这不是借 这是我主动要帮你 当年追你没追上 现在如果能帮到你 也算了得我一个心愿 只要你开心我就高兴 你千万不要什么负担 就算是我帮着你妈妈 帮着她我也非常愿意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管我 要不然今天就到这儿吧 赶紧回去跟妈妈说一声 别让她着急 好 来 来 老公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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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妈呢 站这儿 老老老 好 李坤 你怎么来了 阿姨 听陆律说你心底不舒服 我特意来看看你 谢谢 谢谢 你看你人这么好 怎么就没成我的女婿呢 妈 那个罗伟呢 不知道 你说这孩子闯这么大的祸 还不知道着急 行行行 妈您别着急了 吕坤他愿意帮忙 阿姨 本来陆律不想让我参与这个事 但是他也担心您的身体 正好我手头有这么一笔闲钱 吕坤啊 你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呀 卢丽啊 你看看人家吕坤 今天我去找了刘志高 他死活不见 阿姨 不是这样的 志高正好刚刚买完房嘛 是不是卢伟来了 我得把这个事告诉你 好 来了 爸 妈 我妈呢 妈 我想好了把房子卖了 我帮卢伟 用不着 这个忙吕坤帮了 小小进来了 什么情况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怎么都在啊 你又上哪儿野去了 妈 我没野 我还钱去了 妈 我没说错吧 这事呢 我自己能解决 晓晓 走 卢丽 先上车吧 你们怎么找吕坤姐姐啊 因为你不肯借 我不是已经决定 把房子卖了来帮卢伟吗 别说了 卢伟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上车吧 卢伟啊 我跟你说 你这辈子不嫁给陈建明啊 你算是白活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我跟他是普通朋友 朋友 亲姐夫都不见得这么帮你 我姐夫不说卖房帮我吗 你呀对人家有偏见 做人厚道点 有几个帮忙的人 就数他要想一想 那吕坤想了吗 二话不说就帮了 陈建明想了吗 二话不说就帮了 行了 行了 那刘志高毕竟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家嘛 他们一家三口 总这么飘着 那也不是个办法呀 人家刚弄好了房子 你让人家再卖掉 那确实强人所难啊 就是 要我说呀 还是刘志高最后倒 你呀 念你这儿女婿的好吧 就是啊 妈 陆伟啊 陈建明这么愿意帮你 爸爸看出来了 他是个心地厚道的好男人 是 赶紧到人家酒吧 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了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上了 听说了 你为什么找一扒杆子打不着的人 你也不找我呢 你这样做对吗 我没找过你吗 我没跟你商量过吗 你不同意买房子呀 谁知道你又改主意了 那我帮着我亲妹妹想个别的办法不对吗 那你也不能自作主张的去找吕坤吧 咱俩是谁自作主张啊 买个房子也不告诉我 刘志高你永远都是这样的 说我有安排 我有把握 我不想再被动地接触你的把握跟安排了 我这么做就是想给你点惊喜啊 那我在生活中有惊无喜好吗 我拜托你不要那么浪漫 我受不了 那你让我怎么做 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不需要了 你们别吵了 还让不让我睡啊 你自己住新房吧 我跟欢欢住宿舍 欢欢 进去吧 注意听讲啊 我跟妈妈 你和爸爸是不是分支了 怎么可能呢 是因为爸爸最近回来的晚 还影响你学习 你赶快进去吧 你路眼都没洗干净了 去吧 妈妈 再见 再见 妈妈 再见 妈妈 再见 好好好一点啊 好 再见啊 在哪里了啊 图纸我看了 没有太大的问题 施工安排上 还需要进一步地协调协调 嗯 我知道了 你最近跟嫂子怎么样 真的分居了 也谈不上分居吧 各自冷静了听不听 那我们事务所成立那天 她还来吗 来不了了 她那天有手术 你我还是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我们第一个项目上 来来来 妈 你尝尝看 尝尝看 哎呀 绝对的绿色素材 妈 这个菜你真要好好尝一尝 真正的无公害啊 我在郊区包了块地 我让农民啊 给咱们种那种无公害的 安全食品 尝尝尝看 陶阿姨 你也吃 嗯 最近我跟奶奶一样 吃素了 肉了也算了 啊 奶奶 您不吃肉啊 谁说我不吃肉啊 那是因为你做的不好吃 我才不吃 媛媛回来了我高兴 我吃了 陶阿姨 您要是不吃那块肉 就给我吧 你千万别浪费了 干嘛呀 我吃 肉是好东西 可不吃 怎么吃 你这回来也挺长时间了 什么时候有空 去把雨菲的名字夹上去啊 正在吃饭呢 说这些干什么 那好吧 吃完饭再说 反正都需要说 好 阿姨 不是我不想给雨菲加名字 是前段时间 雨菲闹出的那些事 你也看啊 爸爸很生气 还说不给宇飞加名字了 我想要不过段时间吧 等爸爸气消了再说 过段时间 过段时间你不就回美国了吗 唐红 你怎么能这样跟圆圆说话呢 妈 本来嘛 这不是说好的吗 是说好的事情 可是你没有教育好你的女儿 这事给弄黄了 你怪圆圆什么事啊 人家的组织 这都是我和雨菲的错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吧 远远 别管唐红阿姨 我们吃 奶奶 其实 我这次回来 只是想找点事 做个暑期实践 顺便看看您 可是既然唐红阿姨 这么不高兴 要不过两天 我就回美国吧 回什么回呀 这是你的家 有奶奶在 你怕什么呀 这唐红阿姨 就是这样的 媛媛 你不是说 要去参加暑期实践吗 就在你爸爸的公司了 别出去找了 可是我怕唐红阿姨 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 有奶奶在 谁敢说半个步子 别啊 你看爸爸这公司 里里外外 你喜欢什么项目 尽管跟爸爸说 爸 你也知道 我的专业是文化管理 我对您公司这些事 都不在行啊 谁剩下来就在行啊 谁不是从您开始啊 对不对啊 这样 去策划部 策划部跟你还勉强对口 爸 其实有一件事 我特别想做 跟我的专业最对口了 但我怕我说了 您不支持我 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啊 元阳做的事 爸爸全都支持 说 爸 我想以您的名义 办个基金会 专门鼓励 像我这样单亲家庭 出来的女留学生 元阳 爸爸知道了 这些年啊 爸爸对不起你 别怪爸爸 爸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知道您对我好 可是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幸运 我想过了 只要办好这个基金会 不仅可以提高我的专业技能 还能替公司网络人才 为下一步事业打基础 最重要的是 还能提升您公司的公众形象 而且 也可以让雨菲出来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啊 她也该成长了 收收心了 您觉得呢 太对了 我跟你说 爸爸现在最烦的 最头疼的就是这雨菲 爸爸支持你 支持你 来 跟爸爸干一个 不要 老虎 来 第一次见 爸爸 欢欢 想爸爸了吗 爸爸 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 爸爸这几天有点忙 那今天晚上你回来住吗 欢欢 妈妈去给你热牛奶 欢欢 爸爸今天回来是找一个 海螺封面的相册 爸爸答应你 等回头我那个农妆弄好了 带你去玩好不好 去 问问妈妈 那个相册放在哪儿了 你自己怎么不去问呢 你帮爸爸问吧 快去 乖 妈妈 爸爸问你 那个封面的有海螺的相册 放在哪儿了 电视机柜子 最下面一层横着放了 要不然 你去跟爸爸说吧 你去吧 妈妈热牛奶奶走不开 你去 爸爸 妈妈说相册放在电视机柜 最下面一层 去 帮爸爸拿来 爸爸 妈妈 你和妈妈是不是分居了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常开始飞 留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猜背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从来生活 事与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有时还我会 迷失在某个路口 也曾经 都念放弃 对 生活的执着 无论困境如何摆脱 只想和你相拥走过 在这城市的街头 只想和你微笑会 你是我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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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你我常开心扉 中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猜背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纵然生活 纵然生活 事与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和我回味 有时还我回味 无论困境如何摆脱 只想和你相拥走过 只想和你相拥走过 在这城市的街头 只想和你微笑会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为了你我常开心扉 中下美好心愿 用心去猜背 只要你坚持给我安慰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宝贝 只想和你牵手相伪 纵然生活 事与愿违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味 毫无回味 毫无回味 你会不会有什么 你会不会有什么 你的宝贝 你会不会有什么 你知道吗 你会不会有什么